大家好,这边是麦子学院给大家带来的一期一期二次开发教程 我们上一节课呢,讲了我们的一辅一计 这节课呢,来看一下我们这个Foreach一计 Foreach一计如果说大家有编程基础的话 就知道,呃,PHP编程基础啊 就知道它这个的话是我们的,呃 数组的一个循环啊,数组的一个循环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来使用这个东西啊 首先呢,我打开我们的JuneWeber,还有我们的流浪器 Local host,先打开这个啊 然后我们也是用我们的首页来做一个案例 用首页来做案例 打开我们的这个index.php啊 然后再打开我们的link的那个模板的首页的有这个模板对吧 我们先往下拉哈 我们发现往下拉,这边有很多啊 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Foreach循环啊 好,那我们就来开始一个个学习 这是我们上节课讲的啊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单个Foreach的循环啊 单个Foreach的循环 那我先直接这样子输出,让大家看一下效果啊 刷新 那我们看到这边的话是输出了三个分类 好,三个分类 其实就是这个这个跟这一个三个分类 好,那我们来做例子 如何来实现我们这个Foreach啊 要知道我们这一个呢是便利数组的啊 便利数组的,那这个我就去掉了啊 好,之前做了实验 首先呢我申请呃,申明一个AIR等于AIR AY 对吧 然后呢我在AIR AY里面呢 继续申明一个这个二级数组啊 这个呢输出一行一好了 我输出多个二维数组啊 一行二 一个三 我暂时就先这样子啊 然后把这个呢传递到我们的这一个 Smarty模板当中 好,现在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边 获取到我们的这一个AIR AY 好,大家发现我们这一个东西呢 是只有数组的值 没有数组下标 那这种情况如何来使用呢 这种情况我们直接用AIR就可以了 好,刷新 好,发现我们这一个东西呢 这一个是输出AIR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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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是一个二级数组 所以这边应该是AIR点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这样子的话就输出了啊 这样子的话就输出了 因为我们这一个是一个二级数组 好,二级数组 那假设说我这个是一级数组呢 好,假设我这个现在是变成一级数组 好,那现在我这个是一级数字啊 我这样子刷新肯定是没有任何值的啊 没有任何值的 现在输出的这个一二三 输出的这个一二三 主要是什么呢 其实是,怎么说呢 是我们的这一个 第一个值啊 第一个值,假设我这个变成八 那我们就是八二三 我们来看一下 输出八二三 对吧 我们这样子使用是没问题 但是是错的啊 我们必须要这样子啊 直接把点0给去掉 刷新 好,一二三三三 一二三三三 对吧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便利我们的一维数组啊 便利我们的一维数组 那我刚才已经讲到了一个是一维数组 一个是二维数组啊 这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使用方法 然后呢 我们用一辅 结合我们 for each 结合我们一辅来做个例子啊 下面这个for each 循环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好,一样的道理 它无非就是便利二维数组啊 无非就是便利二维数组 那我们先来做一个扩张 就是结合我们的一辅与记 如何来判断 如何来做 一辅与记就是 if如果说到了A2 啊 等于我们的222 对不对 那我们就输出其他一个东西 否则的话我们就把A2给输出来啊 如果说等于222的时候我们让它变成啊 这个2 2 2到骨子里了啊 刷新 那我们看到我们222的时候呢 做了一个一辅判断啊 然后其他数值的话就按原的原原来的那种数字符上给输出来啊 原来的字符上输出 好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小扩张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个多个循环啊 多个for each循环 我也是把这一个呢 直接复制上来 那我例子已经删掉啊 大家的话一定要做好笔记 然后后面课程讲完之后啊 大家要去做实验 就是这样子 那我直接把这个复制出来 让大家看一下效果刷新 大家看到我也是输出分类啊 跟下面这个分类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上面这一边是没有样式 然后下面这一边是系统自带有样式的啊 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二级数组的一个便利 二级数组的一个便利 好那我们呢也是自己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做这样子一个操作啊 那我也给它去掉了哈 假设说我现在定义一个二维数组啊 定义一个二维数组 A2 A1一开始是 1 1 1 一开始是 1 1 1 我们用这个吧 A1 B C 333 一开始的话便利的是一个二维数组 对不对 那这时候呢 我们这一个222下面呢 会有一个数组叫做 叫做T吧 我T下面呢 也是一个二维数组 算了 用一维数组吧 一维数组当时有下标叫AA AA BB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需要用到我们的二级for each了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使用 首先我们第一个for each A2 我们就是直接用cat 好 A 我们输出A 不对 我们这个也叫A 这个也叫A B 因为我们现在输出的是一个相同的 模仿这一个输出一个相同的下标数组 但是呢 有些数组当中呢 会有这种二级的 所以二级的话就要通过二级的这个数组 再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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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这个A输出来 首先我把下面这个给去掉 看一下效果 我们现在看一下效果 刷新 1112333对不对 12333没错 是我们这边B12333 好 现在我们如何来把B输出来呢 如果说我们直接在这边输出B 可不可以呢 直接会 122222的 这个后面会有一个AR AY 说明我们这边后面是有东西的 所以说我们要2222这个地方呢 用我们的Cat.B Cat.B B Cat.B里面有AA跟BB 对不对 那我们AA跟BB 给它输出一下 刷新 好 Charge AA跟BB乱码了 我们来看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看一下这边的定义 AABB 阿阿呵呵 好 有一个问题啊 有一个问题 肯定是我们的一个编码问题 如果我们把编码给改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编码在哪改了更多编码 我们把这个中文字符上给去掉吧 AAABBB 刷新 AABB 有点问题啊 我来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确诊点AA 如果这样子不行的话 那我们用中国号 可不可以呢 刷新 解析错误了 smarty是用点的 A B 说明我们这个是有问题的啊 说明我们这个是有问题的 我们再看一下 Cat.B Item 为children children的AA 好 我们这个用C吧 用C就好了啊 我们直接出出一个C C也只有一个A 不好意思啊 我这个稍微看一下是什么原因 这个是一个数字 这个是一个数字 我知道为什么了啊 我们这一边也必须为数字 这样子的话是正确的啊 这样子的话是正确的 那这样子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因为B刚才是一个数 一个数字 如果是一位数字的话 我们直接这样子使用就好了 看一下啊 如果是一位数字 现在我们是B 一位数字的话 我们不需要用这一个了 只需要这样子 Cat.B再点AA就可以了 刷新 看到没有 AA就出来了 对不对 BB呢 呵呵也出来了 啊 这样子的话是属于一级数字 就不需要重新便利了 不需要重新便利 那像这样子的话 才算二级数字 像刚才那样子 A-R-A-Y 这样子才算二级数字 然后呢 它会有多个二级数字 二级数字是可以多个吧 好 嘿嘿 搞搞 这样子的话 相当于它里面有两个二级数字 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我们这个应该是AA 刷新 啊啊跟嘿嘿就输出来了 是这种啊啊跟嘿嘿 第一个下标为AA的数字 就给它输出 输出了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for each的使用 大家去用一下 那我们这一节课的话 也就是这个两个for each循环 两种类型 作业的话 也是把我上课的例子做一遍就可以了 啊 感谢大家的听讲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